人体无法自行合成个 但根据研究多社区有助于血糖的控制 新大育成中心下的研发团队 将个和植物的营养液结合 栽种出复个的季节蔬果 希望让家庭餐桌吃的健康也美味 工作人员将新鲜蔬菜上架 看起来跟一般的蔬菜没什么不同 但其实它们都含有高单贵的个元素 含量是比一般蔬果多出了三倍 以纯天然的方式而种植出 这个蔬菜事实上是在我们台中市的新社地方去做栽培 然后在温室里面做栽培 而且是高价离地的栽培方式 用的是以色列的喷入系统来做灌溉的 所以说这里面来讲 经过我们用的特殊的营养液跟农业技术 来生产这个复个的蔬菜 各元素又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 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糖类及脂肪的正常代谢 而新大育成中心下的研发团队 就将个与植物的营养液成功结合 也栽种出了复个的季节蔬果 希望让大家以自然的吃住来稳定糖类代谢 就是这个复个来的各含量有外面的三到四倍的含量 那这个含量当然刚好就是我们从餐桌里面来做饮食来做补充 那我们也计算过一天需要吃多少 那像我们这样一包在200克的一个包装来讲 就是说一天使用一包的量就够我们这个各元素的补充了 这个新创的心是中心大学的心 那它是提供一战式的完整的创业辅导的服务 所以说像今天这个自根团队 它是我们蛮成功 而且我们蛮云以为傲的一个典范的一个团队 这一套再重模式也可以运用在番茄等蔬果上 而烹调也不会受到高温的影响各含量 根据统计 现在每十人就一人有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研发团队以农业的优势开发 希望让家庭餐桌吃得健康也美味 这里像台中采访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会吃得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